王者挑战者杯抽签一试已经结束 这一次挑杯总共24只队伍分为4组 AG和琴九抽到了一起 而KSG和E斯大同组 RW匣的赛程是最轻松的 这次的小组抽签 其实我觉得对于KPL队伍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毕竟小组赛阶段是6进4 只要排在小组前4都能晋级 可能也只有第4小组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毕竟梦之队Pro是主播联赛的冠军队 而且面对KPL队伍是有挑战者祝福的 要是哪只KPL队伍翻车了 就有意思了 小组赛的有些对阵还是比较有看点 像是E斯大租借了小九将要面对KSG 小九打妖刀还是打老东家 二组的话AG打琴九很有意思 都知道琴九的很多选手都是AG的清训 轩然也代表琴九打过比赛 面对老队友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 要说这个小组抽签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 也就是拿到了小组第一的话 淘汰赛阶段可以抽其他组的第四 也就是淘汰赛会更好打一些 三组算是竞争最大的组 除了RW侠之外 其他战队的实力差距可能没那么大 尤其是TCG被分在了第一梯队 但是实力并不强 其他战队打他们还有挑战者的祝福 翻车的概率还挺大